本周二是天津堂姑大爆炸头期 事故发生至今 已造成114人死亡 数十人失联 有关爆炸 仍有多个疑团有待解开 其中之一就是备受外界关注的 危险化学品的去向 以及是否会造成次生污染 官方央视周一的报道 引述公安部消防局副局长牛越光表示 事故现场共存放有硝酸800吨左右 硝酸钾500吨左右 氢化钠700吨左右 现场累计存放危险化学品3000吨左右 如此庞大的危化品存储数量 令不少天津百姓诧异 有网民在微博上质问道 求政府给条活路 我们都已经乖乖搞计划生育减丁了 你们能别把3000吨 一爆剧毒的化学品放在居民区旁边吗 本周二 天津爆炸后首都降雨 事故发生地滨海新区 路面积水中浮现出白色泡沫 北京财经网引述专家建议 降雨时市民不要在爆炸区域附近活动 尽量不要淋雨 虽然官方一直强调 爆炸并未对周边环境造成影响 不过 一名唐姑居民周二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 这两天空气质量并不佳 而且爆炸仓库距离居民小区很近 危险化学品数量庞大 有些担心 这两天这个空气的质量感觉怎么样 觉得不是很好 是会觉得有一些灰蒙蒙 还是说是怎么样 对 就是这种感觉 没有人会想到危险化学品会离居民区这么近 比较有点担心了 在滨海兴区工作的王先生则向本台表示 虽然他也十分担心 不过作为普通百姓 没有追责监督政府的权利 只能听天由命 出了这个问题以后才感觉到太危险了 炸弹就在身边了 它的审批的过程我相信肯定有问题 有很多人的麻木不仁的存在 现实的这个情况 作为我们普通的民众来说 没有别的手段 我们希望能够监督政府 我们希望周边能够一个 让我们能够了解 让我们感觉安全 而且也确实能保证我们安全的环境 但是这个东西不由我们的 我们没有这个权利 再进一步的去追究什么 但凡对政府的一些行为 要是提出批评进行揭露的话 它就会把你作为敌人来看的 就是听天由命吧 事故发生后 大批志愿者自发协助当局安置伤员 提供食水筹集物资 网传他们其中大部分人 都发生了身体不适乃至中毒的状况 志愿者徐先生 主要向本台证持了这一消息 他本人的嗓子也因此变得嘶哑 志愿者有一些身体不适 甚至是中毒的情况 想核实一下是有这么一个情况吗 你听见我的嗓子了吗 第二天吧 我的嗓子就开始这样了 然而这些志愿者们连日来在一线的付出 却被地方政府取而代之 徐先生日前在网上披露 李克强总理视察期间 地方政府派了一群身穿黄色马甲 后背写有社区志愿者字样的假志愿者 接受总理慰问 总理走后 这群志愿者也不见踪影 现在我们在座的都是在为政府减压 他们坐享其成 但最后 也许我们这些志愿者会成为地方领导升官的理由 徐先生表示 他所写的每一个字都是事实 没有一丝虚假 网民爱红装也爱绿装 在微博上感叹 每天都在关注上后的动态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越来越心寒 越来越悲愤 我们活在的当下是怎么了 让人这么绝望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杨帆的采访报道